各位观众,省业会第二天下午的比赛,在田径场首先要展开的是一场非常引人注目而精彩的比赛,是男子400公尺中篮的决赛。 在第一跑道,我们看到新竹县的高俊杰,第二跑道,花莲县的林国桂,第三跑道,高雄市的陈柏林,第四跑道,新竹县的戴世然,六跑道,屏东县的陈元城,第六跑道,台东县的黄金杰,也是预赛时候打破大会记录的保时人,他有56秒8的成绩。 第七跑道是屏东县的林荣坤,第八跑道,花莲县的杨龙翼,目前情况最好,现在枪声已经响了,八名选手都冲刺而出,但是一开始就有人把跳篮的篮踢倒了。 现在还没办法看得出来,难民选手领先,因为在起跑的时候,有天后,一直要到最后的100公尺,才能够分得出来难民选手领先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看起来,第六跑道,台东县的黄金杰,跟第八跑道,花莲县的杨龙翼,是全两名呼声最高的。 这项比赛大会的记录是黄金杰所保持的,它有54秒6的记录。 很清楚的,花莲县的杨龙翼,得到了冠军,台东县的黄金杰,得到了雅金,他们的成绩都在54秒,在55秒中间,很可能已经跟大会记录是相仿佛的。 跟往年不一样的是,今年的马拉松决赛,在下午进行,而且是在前竞赛第二天的下午进行,这项比赛一共有10名选手参加,他们的身材都非常的矮小,因为他们都擅长于长跑,而且有耐力,每个人都长得黑黑的,很结实的样子。 马拉松的比赛要从前竞赛出发,全场有42公里,195公尺,是一场非常好看,而且引人注目的比赛。 这样比赛枪声已经响了,圣军选手不慌不忙,很从容的都抢着内套出发,他们要先绕前竞赛,然后从大门出去。 观众都在为马拉松的选手加油,现在他们通过了司令台前面,要从场地里面跑出去,开始他们长成的竞赛。 参加比赛的选手,通通已经流了汗,他们以全力在冲刺。 当比赛进行到有20分钟的时候,马拉松的选手跑了一段很艰苦的路,这段路正是施工的路,因此不仅是尘土飞扬,而且是碎石遍地,真是不大合理。 以至于很多打赤脚跟穿毛袜的选手,走在这段路上真是显得非常的艰难。 在马拉松选手的后面,跟随了将近100辆的摩托车,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超越选手。可见得在台湾的公路上面,摩托车是多么的影响和防御交通的流畅。 马拉松的选手走到一个到南侃的地方,受到了很热烈的欢迎。 在影车开道之下,两旁边通通是全身为马拉松的选手鼓掌,同时还有乐队来欢迎他们。 这时候,选手精神更为的振奋。而且小学生们都一致地为所有的选手们鼓掌。 这时候是专华县的菜木东里县,同时还有炮竹来欢迎他们。 马拉松的比赛,林东县的巴永南,两小时五十分三十五秒,得到冠军。 台东县的麦山叶,两小时五十分五十五秒,得到雅兴。 游泳池团今天大棒一彩,共有两项破全国,六项七人新大会。 游泳池百公尺挖室,台东县的李玉环,以一分二十五秒整的成绩拿到金牌。 第二名是简书英,成绩是一分二十六秒九,两个人都刷新了大会记录。 草原县的李玉环,在南谷百公尺自由市中,以五十八秒九的成绩破了大会。 另外,许东县的李玉环,在南谷百公尺自由市中,以一分十二秒三的成绩打破大会记录。 另外,许东县的李环,在南谷百公尺自由市中,以一分十二秒三的成绩打破大会记录。 另外,许东县的李环,在南谷百公尺自由市中,以一分十二秒八的成绩打破大会。 以下是他在参加节制节育里面的实况。 男子一百公尺节制比赛,许东县站在第五道,他是全国记录的保持人。 昨天在预赛的时候,一分十二秒一打破了大会记录。 现在他在下水的时候是平跳下水,他的姿势完全用上腰力和肺力。 在前五十公尺里面,当然他是以马当千。 现在我们看看许东熊转弯的速度非常的快。 这种结实的转弯要首先碰壁,然后转过来,不像自由市脚先碰壁。 现在他已经拿下了第二名,有十公尺了。 这许东熊还有最后的五公尺。 然后冲到终点,第二名还差二十公尺。 许东熊,我们看看他的记录如何。 许东熊他这次游泳节制里面是一分零秒八十一。 虽然没有打破全国记录,但是他还是为台东县争得了一面金牌。 许东熊今天是在八百公尺自由市节力赛中担任台东县的第一棒。 他以两分三秒八的成绩打破了两百公尺自由市的全国记录。 同时八百公尺自由市的接力, 台东县也以八分五十九秒八的成绩刷新了全国。 桃远县在省运举行期间,到处是旗帜飘扬。 台楼林立,各机关团体也都挂出彩色的标志。 迎接着二十八届省运的托平素样,接待全省各地前来的嘉宾。 各旅馆饭店也都是生意厅, 门口也都张贴着迎接省运选手的招式。 桃远和中立的十五个比赛场地, 在今年周末更是人山人海。 到处都是万头转动的人潮, 生着各县市选手的精彩表演。